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跑跑卡丁车手 咱们带来这个2v2的赏金赛 那么这一期视频的话 我是选择哥斯拉作为辅助 对我的话是选择阿努比斯 对面的话呢 一辆凤凰一辆邪龙啊 从阵型上看是我们占优势 因为咱们有很分工明确啊 辅助和领跑 对面的话是两辆进攻车啊 开机的话咱们是直接领先 这一波陈老师故意刹车 然后放闪电 看一下吧 他们能不能中 好 闪电中了 然后刺激再吸上去啊 然后这一波踩到香蕉皮啊 有点湿不断没关系 手里有个磁铁啊 吃到一个超级导弹 这个直接是射给第一名啊 但是的话已经被我们队友反超 这个超级导弹直接是击飞 这一波直接来一个反向导弹 来一个操操作 然后这个黄金蚊子呢 等他超过我 直接给你一个黄金蚊子 黄金蚊子控制的时间非常的长啊 这波就很恶心了 那么手里有个飞碟 这个飞碟 这个人 这个斜龙子还专门故意来撞瓦 这个 但是没关系 咱们有氮气可以冲上去 手里现在有一个飞碟 这个飞碟呢 暂时没有什么用啊 所以说的话 到时候看情况 蚊子放出去 好 小心一下 他的龙吼 不要被他这个龙吼给爆到 爆到的话 就会停滞一段时间啊 在原地 这一波的话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 把第二名打下 扔个水扎的 这一波估计连队友自己都打中了啊 不管了啊 因为这个啊 不管了啊 这一波直接射出这个燃烧弹 中了再给你个黄金蚊子 你看直接把它打下来 黄金蚊子控制的敌人时间很长啊 这一波的话 咱们等于说是两个人 就是又可以领先 但是的话 好像还紧跟不舍嘛 这里有点事 我是没吃到道具 后面的话 直接是两颗导弹给队友 但是阿努比斯这个车的话 领跑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个飞碟 我先认掉没有用 放出这个蚊子 这一颗燃烧弹没有瞄好 我以为这个蚊子中不了的 有点失误了 但是没关系啊 这一波的话 对队友基本上应该是稳了 咱们手里还有两颗燃烧弹 不是 两个水炸弹直接认出去 因为队友应该跑到终点了 然后又是痛击队友 这个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因为这个道具槽呢 我总是想把它留出来 这一场的话呢 这一场的话对手比较弱 因为他们这个阵容没选好 你都两两个攻击车的话 你这个二打二的话是很难打 好吧 行吧 那本期视频也是给大家做到这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我还是全场的MVP啊 那拜拜 拜拜